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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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地方 都有 賣 天然 有機的產品 但是 原來 現很多是冒充 或 假的類似 究竟我們選水果 甚至是美容產品時 怎樣去 Silent 而什麽叫有機呢?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EcoSearch有機認證 EcoSearch來自一個法國 一個型號的獨立機構 就是鑑於周圍都說天然有機 叫自己有機 其實就是沒有機 甚至可能有獨的成品 所以EcoSearch這個成立 就是規定所有的護膚品 甚至是化妝產品 都有一個嚴格的規定 以及每一年都有一個牌照 以及有一個費用要收出 才能拿到EcoSearch的認證 所以就不是有機是自己說的 是要拿 license 甚至是拿這個牌照 才可以說自己是有機的 講一講EcoSearch有什麽規定 首先不可以用一些譬如石油 PEG 甚至有毒的農藥 具好爭議性的成品 做一些護膚產品 第二 在報告方面 每一間公司它生產出來 說自己是有EcoSearch的護膚品 它都要讚寫一個很詳細的報告 給EcoSearch 講完成份 原產地 生產方法 製煉方法 包裝 生產環境 廢物管理 消毒 清潔 還有絕對不可以用濃藥 還有消毒藥水方面 都有一個嚴格規定 不可以有毒 甚至是自癌的物質 還有它會列明有機的百分比 每一年都要給予相關的品牌 所以持續過EcoSearch的認證 所以拿EcoSearch的產品 你會覺得好像是貴一點 但貴一點都值得的 因為是給消費者的信心 買的時候 不用告訴別人 也不用拿去驗 因為法國那邊有一個機構 已經幫你驗完所有原來是有機 和天然的產品 所以你們用得安全和放心 在店鋪這裡 我們入了什麼產品 是有EcoSearch 和大家分享 最原始 最原始 第一次我們入了EcoSearch的產品 就是LashFood 就是增長眼睫毛膏的產品 它的睫毛膏所有產品 都有EcoSearch的認證 第二樣就是唇膏 Nardex有機程度達到80% 而且每一支顏色不同 都是不同的percentage 我告訴你 有機成分 所以為何你是吃得下肚的唇膏 第三 就是這一點引入的 就是Moon Skin的玫瑰花水 玫瑰花水的玫瑰花精油 達到100%有機 拿了EcoSearch的認證 所以為何我們 那個玫瑰花水 甚至那個精油 是很貴的 因為它的濃度和純度 有機程度是非常之高的 最後呢 我們入了一個新的產品 是來自非洲 叫做Apps 它會拿了非洲一個特別的成品 非洲爐會 那邊特別多 其實非洲那邊 南非那邊 特別多有機的植物 它們可以拿到 所以它整條線都是拿到 比較少有 護膚產品是拿到 EcoSearch的有機認證 它拿了一個 南非國保茶 以及拿了一個 南非紅茶 還有一個抗氧化成分 所以它的有機成分 都非常之高 如果想了解清楚 可以來到店鋪 和你講解多些有機的產品 謝謝